小學的時候我偷翻我爸的房間 然後翻到那個演唱會DVD 剛好是小甜甜布蘭妮的 從那一刻開始我每天回家的休閒活動 就是對著她然後學她跳舞 然後當時也是因為一個女生 我不敢睡在便利商店 因為我覺得很危險 我就這樣ㄍㄧㄥ著 然後一直左看右看 左看右看手機又沒電 然後當時就覺得 我怎麼會把自己過得這麼慘 他們可能覺得我就是一個 比較笨笨傻傻愛哭 然後可能當時有出寫真書 就是注重在我的外型上面 我當時就會覺得很失望 然後很急著想要表現自己 但反而沒有做好 因為那幾個字 然後跟那幾句話太多了 我都覺得我是不是就像你們講的 我好像這麼討人厭 然後我也開始討厭我自己 也是當時開始我學會喜歡攝影 我開始找到另外一個興趣 然後也開始願意跟朋友談談心 因為你卡在當下的時候 你會有一個念頭覺得說 這件事情好大好大 你們都好重要好重要 我自己私下我就看很多書 自然而然的時候會慢慢有人發現 不要再花這些時間在跟他們爭論 或是在吸收負品上面 我更應該要花時間去把下一次的表現做好 我很怕時間過太快 然後想做的事情都來不及做 此時此刻就是這一分這一秒 就是你最年輕的時候 好好的一樣善待自己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然後照顧自己的心情 好好的愛自己 因為你自己只有一個 如果你不對他好的話 誰會對他好 這些決定 現在看起來都還蠻 蠻對的 讓我看這件事情 有些事 所以,墨拽得很廣 他們都無縮 但是,墨拽得很難